各位领导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我是黄达来自新加坡 首先让我先恭喜这个CRIA 在今年即使遇到疫情的冲击之下 还能够如期举行 今年2020年的中国橡胶年会 而且还能够成功完成 再来我还是要感谢CRIA 就是依然邀请我成为今年的讲师之一 与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市场报告 首先我先谈一下在过去几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今年应该是我第四个连续年 在中国橡胶年会分享我的市场报告 还有天然橡胶的价格预测 那么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当时我提到了天胶价格会稍微有回升的整个趋势 后来过了2018年的橡胶年会 价格也开始稳定增长 那么到了5月头的时候 就美国开始了宣布与中国的这个贸易摩擦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美贸易战 那么橡胶价格就在我预期的每公斤 1块6到1块7美元 我是以新加坡交易所的这个20标号来做一个报告分享的 当时也就在那个高点开始下跌 那么到了隔年 也就是去年的2019年的橡胶年会 当时我记得我就说了整个天胶的价格会平稳 但是还是稍微有一些熊式的信号 那主要还是要看中美贸易战能不能够和谐的被处理 或者双方得到一定的一个和谐 否则的话 整个20标号的天胶价格还是会展现疲弱的整个趋势 那么去年一整年的整个天胶的价格也就在我们的预测当中 那么今年2020年 就在今年的这个中国橡胶年会 我还是要向大家来分享今年我的这个天胶的价格预测趋势 还有最重要就是下来的疫情之后的后期价格预判 还有整体的全世界的这个基本面分析 我们应该如何来找最好的这个风空策略 还有如何去定夺今年的整个趋势的方向 怎么走 这也是我要进入下回合 以一些这个PPT 还有一些图表来与大家分享 请大家锁定我们不要走开 大家好 欢迎以及感谢再次回到我今天这个第二回合的视频 那么今天我要说的这个主题是天然橡胶价格情况 以及未来的趋势预测 我所有的这整个市场报告 大概会用20分钟的时间 以大家来探讨四项主要的一个分类题 那么今天我们的课题 第一个部分主要是说 世界经济是否已经进入了萧条期 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做一个概览 国际宏观局势 尤其是我们说下半年 在全世界也许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趋势崛起 那么它会如何影响到这个天胶的价格 那么第三当然也就是我们 就是最期待的部分 就是用图表来做一个天然橡胶的价格分析 尤其是今年2020年下半年 那么最后总结我们会做一个后期的预判 里面的部分就是说明 过了今年 尤其是疫情过后 明年2021年或者甚至2022年 也许天价的价格会走向 怎么样的一个方向 那么好 我们先从第一部分开始 就是说世界经济是否真的 已经走入了整个萧条周期吗 首先我们来看全世界的大国经济 在第一个季度的GDP 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 当然我们还是从美国开始 美国还是全世界第一最大的经济体系 那么我们也知道说美国其实受到疫情的影响 真正开始也是在2月中之后或者3月头 理由也就是因为说他们在这个封锁 成的制度开始还是挺迟的 主要还是因为早期的时候 1月或者2月份的时候 这个美国川普总统还是一直在否决这个疫情 或者是这个疫情的感染力 所以美国基本上在第一个季节GDP的增长率 在第一季还是有0.3的百分点 那么中国在第一季的GDP也已经是不错了水面 那么它是在负6.8个百分点的增长率 它是负增长的 那么欧盟国当然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19个国家 联合在一起那么19个国家联合在一起的GDP 它的总生产值也是负面的 那么生产值是在负3.2个百分点 那么再来英国 英国的增长率在第一季是负1.6个百分点 那么日本也就是负2个百分点 那么我们都说第一季的GDP 我们大概都知道了 看了这几个大国 其实我们都不去看其他小国 因为这主要也就是说全世界 经济推进的一个主要经济体系 就是我们现在在荧幕上所看到的5个大国 那么再来 我觉得最受到严峻考验的 应该就是在第二季 也就是我们说的4月5月还有6月 这个是相当值得高度关注的 为什么呢 整个欧美国家 我说的是西方欧美国家 真正受到疫情的冲击 还有封锁城市 那么整个国家的经济停摆 都是在第二季 反而我们第二季我觉得说 在亚洲一些国家 已经开始有稍微复苏 或者是就是说开始复工 所以第二季才是真正影响全世界 我们说平均来说全世界的一个经济的运作 还有推动 那么在西方国家 包括英国 英国的政府也已经预测了说 他们预测了在第二个季度 就是Q2的GDP 甚至是在负25% 那是非常非常严峻的 那么再来我当然也就是说 整个欧洲国家 做个统计来说 也已经就是说 预测了第二季度 他们的增长率都是百分之 双数值 双数值的负面增长 就是说在15%到30%之间 这个是相当值得我们关注的 那么第二季的整体GDP报告 应该也就是在 通常在7月的第一星期 或者在7月中开始宣布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 7、8月的时候 整个世界会走入 受到疫情波动的最低点 也就是我们说的冰点 那么再来我们谈谈说 IMF也就是国际货币组织 那么在今年年头的时候 其实他们还在 预测今年全世界的增长率 是在3.3% 那么到了2月中的时候 就开始调剂到2.9% 那么到了3月头的时候 到3月中就已经把整个 世界的增长率 在今年2020年 是调整到 百分之 负一个点 那么负一个点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还是只是一个开始 走入年中或者下半年 我们不排除说 IMF也许 还会再调整的更低 就是说全世界的增长率 今年也许会降低到 百分之3到3.5% 或者百分之负 四个点 那么再来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欧美最大的疫情冲击 就是我们现在处于的第二季节 4月5月6月 所以我们还是要密切关注 第三季所宣布所有的数据 也就是在七八月的时候 这个也就是我们觉得说 最大冲击 其实应该还是在 今年的第三季度 或者是年尾 那么普及而言 我们也就是说 世界各地的建造房地产 住宅房地产 尤其它的 我们叫做建设批准 也已经被政府大量给降低 或者甚至没有发展上 现在愿意开始建房地产 主要也就是因为需求量 已经开始减低 甚至没人要开始买房屋 所以跟着这些 我们叫做房地产 建设批准降低 当然新屋销售 也会跟着降低 那么新屋 新的房地产 屋子销售降低的话 接下来就是二级房地产 也会开始一直降落 所以这全部的一个 我们叫做一个 蝴蝶效应 应该就会在第三季到年尾 会跌到蝴底 或者还会一直 继续持续的下跌 所以这个还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 所以从以上种种的这些数据 还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市场的一些波动 我们都有理由相信 其实全世界的经济 已经开始进入 萧条期 而且还是萧条期的 第一阶段 还有第二 第三 或者甚至第四 第五个阶段 会陆陆续续 跟着来 那么也会延续到这个年尾 到明年 那么最后我们谈 有人说 为什么我们看到股市 已经暂时回谈了呢 那股市回谈 是不是一件好事 那么是不是说 全世界的经济萧条 已经是完结了 那么世界经济 其实开始在回复 回复当中 我个人觉得说 这个是不能够用来考量的 为什么呢 我们首先要先了解到 全世界的经济股指 从美国到英国 甚至我们说 上海的综合股指 或者是上海上镇50 或者是说 香港恒生指数 也就是50之股 这些所谓的成分股 都是说一个很大普及市场里面 所挑选出来的几只比较 比较 我们叫做比较精华的股指 的股指 那么这些股能够上涨的话 也就是因为有大量的资金在推动 那么它并不意味着 那个国家 全国家的经济 或者所有的上市公司 或者是企业都复苏 或者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所以暂时来说 我们是完全不考虑用股市 尤其是股指 OK 来做一个衡量 去裁决是否 这个经济已经开始复苏 这个是暂时我们是不考虑的事情 那么 我们第一部分做了这个总结 就是说世界经济 已经开始进入萧条期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 第二部分 如何盖揽整个国际的宏观局势 首先我们看看 还是美国是全世界的经济主导体 美国在今年年尾 11月3号 将会选举 选举什么呢 总统 那么 不管现在是川普总统 或者是拜登 也就是这两个竞选人 就是在竞选总统 一个代表 当然就是川普代表的是共和党 那么 拜登代表的是民主党 现在我们也看到了 不管谁 想要做总统 或者是 整个竞选的过程 如何激烈 其实这两个领导人 都在拿中美贸易战 或者在拿中国 来做一个把子开刀 就是为了要提高自己 能够当一个叫做民主英雄 希望能够被选举成为总统 所以下来我们也就是说 从现在下半年 一直到年尾 我个人觉得说 中美贸易战会演变得越来越激烈 也会有很多政治的因素 参入在里面 但是当然也就是今天 我们尽量不谈的这个事情 那么除了中美贸易战 各大国之间 也许也会开始互相征税 为什么呢 掀起这个叫做贸易保护主义的 整个新的局势 就好像早前我们看到说 这个川普总统无缘无故说 要加关税 加法国的红酒 或者是苏格兰的这个威士忌 涉酒 那么法国就开始就是反击说 好 那你增加我的关税 那么美国的所有电子公司 电子平台公司像 面子书 Facebook或者亚马逊 OK 像谷歌之类 来到我们法国 我也要增加这些叫做电子税务 所以双方又闹得不欢而上 所以在这种种各大国之间 所发生的贸易摩擦 或者就是互相敌对 不单单只是中美 其实我觉得下半年来讲 尤其是美国进入选举 川普总统会制造更多的摩擦 来为了提高他自己竞选的筹码 还有身份 所以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还是会一直升文 那么再来就是各大国的失业率 也会跟着高涨 这个也就是说直接受到疫情的冲击 那么我们说失业率高涨 不管今天在西方国家欧美 已经开始我们看到了 一直延续到我们说亚洲地带 最直接最后能够产生的一个结局 也就是社会会引起很多 不必要的暴动问题 因为人一失业开始没有收入 就是最基本的隐居起实 受到影响人就会开始制造暴动 这些也就是我们叫做顺理成章会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我们看到世界各个大国之间的宏观局势 也许下半年陆陆续续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那么再来也就是之前我们在第一部分谈到了 这个房市楼市的盘价会开始面临压缩 那么来到这个第二部分 我们就直接说 如果说房市的楼盘开始下跌 或者说很多现有的屋主 不管是哪个国家 当你失业或者是经济收入受到冲击的时候 那我们的房地产贷款怎么办 也许就会拖欠 那么拖欠的最后结局是什么呢 就是说银行或者债主会来回收房子 这也会遭到种种很多社会的问题 那么当然也就是说 从股市到房市楼盘开始受到挤压 所有的大宗商品 不管是农业商品或者一般的商品 尤其是国际原油 都会再次受到很大的冲击 那么一些政府的产业机构 不管是国企、央企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企跟阳企 或者是政府关联的一些投资机构 或者甚至一些私企百年老牌子 当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些 所谓的国企、央企、政府关联机构 或者是百年或者是私企老品牌 面临倒闭 面临重大亏损 或者甚至面临清盘 也就是像我们07年所看到 种种这些市场上的一些趋势 这也是给我们一些信号 说国际的宏观局势已经开始 面临逐步的瓦解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国际原油 国际原油在两个月前 我们看到就是国际原油在人类历史上 也就是我在市场31年第一次看到 它是走向这个叫做负价格 就是价钱是负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搞到这样 但是当然之后 美国自家各教育所也说 他们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 所以在电子教育平台或者软件上 也没有特别去设置这样的一个风控 但是我们再下来下半年的话 我们不排除说国际原油 也许有极大的可能还会再一次下挫到 20美元一桶的水平之下 那么如果说美元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回到20美元一桶的水平之下 就是4月的时候 那么下半年如果再回到20美元之下 甚至15或者10块钱 这将直接造成整个世界的经济会再次开始非常萧条 为什么整个需求量就会被瓦解了 为什么原油的价格会这么低 我们直接说也就是海陆空 三种不同的领域业务将直接没有需求量 所以造成整个运输业会开始放缓 也就是对国际原油没有像以前这么大的需求 这也就是直接说整个世界的宏观经济是非常负面 也是非常不理想 那么还有一点我们还是要加进去 就是新车注册的数据 在每一个国家 不管今天是中国 美国 英国 新加坡 泰国 任何一个国家 其实新车注册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关注标杆 为什么呢 在一个我们说 普通增长或者是说逐步增长的一个 经济局势 每一个月的新车注册都是很平稳 节节上升 当我们连续看到三六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 在一个国家的新车注册数据一直下滑 一直打滑的话 那我们就要开始做好准备了 为什么呢 整个国家 甚至 蔓延到整个区域都开始有 这个经济跌宕的趋势 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 就是说 英国在四月份的新车注册 四月份 那么英国在四月份的新车注册数据是 自从 1946年以来 也大概也就是七八十年来 是最低的一个水平 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直接说 英国已经走入了一个经济萎缩的一个局面 那么当然也就是受到这个疫情不停的冲击 那么整个欧盟国 我们说欧盟国是九个国家 在同一个月四月份的时候 新车注册的数据 比起去年2019年的四月份 下降76% 也就是76个百分点 所以你能想象 其实整个欧洲国家在疫情的冲击之下 都是非常非常严峻的 当然美国也是受到很大的考验 那么当我们谈了这么多 也许就是从现在走入下半年的国际宏观局势来看 它都是我们面临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 那么最害怕的还是什么呢 就是疫情恐怕会在第三季或者年尾 甚至明年的年头 可能会有第二波的重新袭击 这个还是大家必须要做好这个防控的这个策略 除非 我说除非我们能够尽可能 人类 就是说整个世界的人类 在最短的期间 找到这个疫苗 就能够控制住这个 所谓的这个新冠病毒 否则的话 第二波 袭击来临还是只有可能会发生的 那么当然我们也说美国川普总统 为了说今年年尾 有一个总统选举 所以他就放下了一个 所谓的一个 的话 就是说 他说在今年年底之前 一定能够把这个疫苗给研发出来 能够推出市场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说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要选几码在年底 所以就必须说 设一个时间点在年底选中总之前 就是疫苗必须给研发出来 才能够确保他能够连任 但是我们说不管是WHO 就是世卫组织或者任何一个药厂 都已经说过了 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疫苗 绝对不可能在未来的一年内 能够很快的迅速被研发出来 一定要超过一年 为什么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病毒 所以这个疫情要控制 还是要靠每一个人 多注意自己的卫生观念 所以我们说 第二部分的这个总结 全球全世界的经济 我觉得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第一第二季 还是小菜一点 真正我觉得说 在经济面受到更严峻的重挫 或者打击应该是在第三季 或者甚至第四季 这还没有考量到第二波的这个疫情再来临 如果没来当然是最好 所以今年一整年2020年 我个人估计都是 除了说整个世界 已经开始走入这个经济萧条的周期 其实整个国际的宏观局势 还是非常不理想 非常受到这个人俊的这个考验的 所以大家 还是要小心来对付 那么下来我们会进入第三个部分 也就是用图表来做一个天然橡胶价格的预测 今天我们进入第三个部分 就是来展望天然橡胶的价格 这个图表是来自新加坡交易所20标号的一个图表 它是以美元来计算 那么你们看到视频上的这个图表价格 它是以1公斤 以美元来做计算 1公斤 那么比起上海 期货交易所的这个上海的天交 上海天交是以10吨一个单位来算的10吨 那这里是1公斤一个单位 大家要注意 那么你看看这个图表 其实它是一个周线图 也就是每一个价格的变动是一周 一周不是一天 是一周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把整个价格 就是拉扯到后端 可以以比较宏观的方式 来看整个天交价格的趋势 那么当然就是我们说从这个2011年开始 我们这里看到2011年 因为它是个周线图 最高点当时大概 我们也是记得是在5块7毛美金 1公斤的最高点 一直往下跌 那么这个高点是3块8毛8 那么出现的热期是2012年3月 那么再来这个高点就是 2块4毛半 在2017年的2月份 那么这个就是今年 2020年的1月份 发生的最高点是1块5毛3 那么我直接就是把一个直线 把这三个顶给连接起来 那么再来就是你们注意看 我这个指标 你看这个EMA20是200天的加全平均线 这个紫色的线 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个尾端这边 这个紫色的EMA200加全平均线 加这个阻力线 它是合成一体的 这也说明了什么 暂时我们说从技术面来分析的话 天然这个橡胶价格 它的阻力是很强的 在上方 那么在底部 当然我们也就是说 2016年的2月份 价格来到了最低点是1块03 其实也就是跟2008年最低点 大概1块钱 9毛9吧 美金那个时候 1公斤 大概是算是同一个部位的 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周线图的时候 其实它的整个预测的趋势 它的方向很简单 也老实说 没什么可以预测 那么主要 我写了三句这个市场的评语 我们大家来参考一下 第一就是说 整个价格的趋势展现疲弱 那么整体显示是走低于潮的 现在我们在这个价格 大概是1块钱左右吧 OK 1块钱左右 也就是现在是在5月 我做这个市场分析的时候 那么 今年的趋势 最坏的打算就是下滑 回到1块钱的谷底 1块钱1公斤的谷底 也就是这条横线 那么往上升的时候 其实在上方有个阻力线 最直接的阻力线 就是在1块2美金 1公斤的区域 大概是这个方向 这个水平 所以整体来说下半年 我个人觉得说 天交价格没有太大的波动 最低最坏的打算 也就回到1块钱的谷底 那么回升的话 就在1块2有很大的阻力 这也就是下半年 整体的预测 所以趋势在 EMA200加权平均线底下 它是属于是一个熊市的一个信号 那么如果说 可能有观众朋友说 我们几时才能够看到 天交价格回升到一个牛市 开始往上冲 就像是2010年 2011年那种趋势 那我个人觉得说 如果说 整个天交价格要往上转 恢复到整个牛市的方向 还有趋势 那不管是将来的哪一天 哪一个月份 或者哪一个年份 价格必须要先冲破这个EMA200 也就是这个200天的加权平均线 还有冲破这个顶 这个阻力线 它就能够上涨了 那么这两条线之前我都说了 一起来到这个集中点 就是在1块4美金 1公斤的这个价格区域 所以 最后这个总结第三步 就是今年下半年 整个趋势的行情 我个人预测是在1块钱到1块2美金左右 以1公斤的单位来计算 那么 当不久的将来 可能是2011年 我这里写着预期是20 2021年的年尾开始 不管几时 当我们看到整个价格 冲破了1块4美金的区域 那就是意味着整个天然橡胶的价格 已经开始往上涨 往上涨 回复到牛市的趋势 那么最后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就是后期的预判 大概是5分钟 那么我们说2020年就是今年和2021年将会是全球的这个经济萧条周期 那么还会隐藏很多的天灾 很多的人为嫁祸 那么这也会造成许多市场上不稳定的因素 那么整整体来说 今年下半年我们还是看美元的这个趋势还是强硬 保持这个强势 那么这也会造成所有的大宗商品还有商品 一般都是处于比较疲弱的趋势 因为他们是倒勾的 那么全体的经济贩款会持续冲击国际原油价格走低潮 也就是刚才我们在第二部分的时候说 下半年国际原油只有可能再会跌破20块美元一桶的水平 那么继续走低潮 那么下来呢 下半年到明年 唯有黄金与白银最有希望成为整个市场的避险工具 就是说大宗商品还有商品都会开始回跌走疲弱 唯有黄金白银也许会走高 就是成为这个避险工具的这个因素 那么天然橡胶的需求量 也就是因为整体全世界的不景气而走低潮 也就是刚才我在第三部分展现图表的时候说 今年的整个添加价格就是在1块到1块2美元的区域之间浮动 那么走入2022年也就是后年 更多的欧美 就是欧洲跟美国国家的国债债务 这个只是我个人的预测 将会蔓延奔盘 就是所有的主权债务会面临更大的 更大的这个负债 负债率还有经济萎缩 那么进入萧条期的尾端 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2022年 或者是开2021年 只要看到这个添加价格开始付出 往上涨 那么突破了1块4美金的那个水平 那个时候就是最理想的时机做什么呢 投资还有增大产业 为什么 在那个时候我个人估计 全世界很多资产 都会非常便宜 那么如果是有现金流的话 在那个时候 大量的增资 买产业是最好的时机 这个也就是我今天所做的最后的 这个部分的后期预判 那么疫情也萧条期过后 我讲的就是明年 全球的投资部分会开始重新布局 重新策略 那么这些资金会走到哪去呢 我个人再一次的估计 这些资金其实从欧洲 很多不同区域都会开始回流到亚洲的地区 OK 甚至美国即使不进入香港 还是会回到亚洲其他的地区 主要是我们这边复苏的比他们更快 还有我们这边的这个利率 我说的这个银行利率 就是我们的央行的利率 还是一个正利率 不是负面的利率 所以这会间接吸引更多的海外资金 欧美资金 还是会回流到我们的亚洲区域 今天就是我跟大家分享 我这个市场报告 那么里面有四个环节 也就是对今年下半年的添加价格 做了一个预测 还有明年跟后年的一些预判 希望大家会喜欢多多指教 我是黄达来自新加坡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么也先预祝 今年的2020年中国橡胶年会成功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